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豬仔 現在差不多2點了 錶迷過緊來拿錶 今早這隻G-Shot很受歡迎 因為做了特價 有一個超級優惠給我的錶迷 這隻就是一隻 星神光動能機芯 的Corno 這隻星神光動能機芯 非常棒 因為我發覺上網找 香港很少有 分銷商 在買這款 就是一隻666 六面放射聲紋 綠色針 綠色的計時馬錶針 再加上 夜光是綠色 先看看夜光 時分針加上阿拉伯數字 都有夜光 夜光也是綠色 666 的Corno 我覺得這隻錶挺公正 挺順眼的 三小圈的Corno 再加上日力槍 光動能 星神Eco Driver 一隻簡單的款式 測速圈 測速的內影 都是綠色的 不算複雜的設計 正常的設計 這隻錶 有個日力槍 放在三點位置 而九點位置 就有一個 九點位置就是一個 24小時顯示 六點位置就是一個秒針盤 秒針盤 這隻錶是時分針加上 阿拉伯數字 都是有夜光的 綠色的放射聲紋錶盤 Eco Drive 光動能 這隻錶 光動能可以行七至九個月 光動能機心 採用了Milta B612 動力儲能到七至九個月 看你多不多用這些功能 用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旁邊看有少許球面 好像放大鏡一樣 好了 玻璃邊位置 這次就沒有做錶圈 它直接就是 玻璃這個位置 做了斜邊 然後做到很敏 就有少許一條金屬邊線 就去 埋著玻璃 這裏有少許一條光身的金屬邊線 然後直接到這個錶腳 已經是錶腳位置做了拉絲 延伸到旁邊部分都做了拉絲 中間間隔了一行拋光 中間隔了一行拋光 一行仔拋光 做工挺漂亮 試試拉近一點鏡頭給大家看 做工也不差 雖然是一隻便宜的計時光動能 但你看到錶腳位置 拉絲中間有一行拋光 當然是選擇拉絲 細節位做工也不差 好了 錶關位置就放在三點位置 沒有戶橋位 簡約的設計 一個拉推管 這個錶做了十個巴的防水 上下兩個按鈕就是做角度 我們試一下用角度按鈕 按下去就開始角度 然後停止 reset 當計時馬錶針起動的時候 轉了一圈 這裡就會跳一格為之一分鐘 這裡會跳一格為之一分鐘 旅計就可以60分鐘 好 六點位置是一個小秒針 你看到它不停在轉動 踢起了錶關之後 試一下 看看它有沒有分段 沒有分段計時 踢起了錶關 試一下 踢起錶關之後 有停秒功能 你看到它B612的機心 然後我們試一下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當我教時間的時候 二十四小時九點位置 二十四小時半 就會隨著我教時間而轉動 教到六點多中 附近這些位置之後 我們半格教那個日力槍 試一下 看看什麼手感 沒有彈彈聲的 第一格格條 但是也是 同樣環環也有這個 環環幣 我們叫做 就是一個格仔 黑盤白字 還有比較小的 難看一點的 好 教完之後 按進去拉推管 好了 耳蓋位置 做了拉絲不鏽鋼 錶帶 也做了實心的拉絲鋼 拉絲不鏽鋼 好 錶扣位置 看看 一個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上面也有Cylicon的字樣 摸下去的 不是做了Laser 打開之後 做了銀色光深的薄橋 好 拉遠一點 拉遠一點 鏡頭 好 錶底方面 看看錶底 就是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做了拉絲花紋 你看到它做了拉絲花紋 好 先重視一下 看看 先重視一下 好 看看錶底 錶底就是 做了這個 這個 寫了Cylicon WR10個巴的防水 接著是B612的機心 也寫了EcoDrive 光動 好 做了拉絲花紋的底蓋 螺旋式的底蓋 然後 配上了這個錶之後 整支錶其實都有些手感 有些質感 十個巴的防水 洗手和游水都可以 一隻光動的機心 六面、六針、六夜光 試試戴上給大家看 這個標徑 它的規格寫43 看看有沒有那麼大 真的43的 厚度 就是13mm的厚度 那是13mm的厚度 是48的 標帶寬度是22 戴上去 看什麼感覺 戴上去 這個手錶很帥 銀配六 我喜歡它齊全字 阿拉伯數字齊全字 雖然12和6只有半格字 但都叫齊全字 我比較喜歡齊全字 尤其是三字 雖然因為三字縮小的日曆 但我自己覺得 沒有完美的 千多元貨 好了 豬仔推介 這隻六面、六針、六夜光的星神光動能 究竟是多少錢呢 豬仔推介 一千五百四十八元 一千五百四十八元 超值 一千多元貨 買一隻星神光動能 錶迷蛇 經常跟我說 入了CX郎 想買一隻 給爸爸 但是 他說隨便找一隻光動能 都去到三四千元 機械 因為他之前買過 但他因為做工種 雙手都要撞擊到 撞掉了 我想買一隻光動能 給他 又不用教時間 經常都那麼煩 但是 一隻光動能看得上眼 三千多元 豬仔推介了 這隻 六面、六針、六夜光的 星神光動能 只是賣 一千五百四十八元 豬仔有兩隻現貨 有兩隻現貨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可以在標題 有豬仔的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的手錶 想是佐頓還是黎智郭 希望你喜歡豬仔的推介 記得給個讚 如果有興趣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讚 讚一下豬仔 需要你們的支持 還沒訂過頻道的話 記得按鐘仔訂閱 我們下集見 拜拜